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昨天同大家更新的一個消息, 就是中國的官方,昨天中午突然宣佈一個 關於網路遊戲的管理辦法強力整頓網路遊戲, 令遊戲的股票全部應聲大跌, 單單是騰訊一日,就跌了等於是小米公司的總市值, 甚至乎還有些投資名人在罵, 說經濟活力都被人玩死了,沒有人敢投資。 根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 在22號中午發布的網路遊戲管理辦法, 他就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當中提到, 網路遊戲不得設置每日登錄、每日充值、 連續充值等等有道式的獎勵, 網路遊戲出版經營單位也都不得以炒作、 拍賣等等形式去縱容或者提供虛擬道具的高價交易行為, 即是說是不給你們去高價買賣道具, 這是違法行為, 還有他提到所有網路遊戲都需要設置使用者充值限額, 還提出很多措施去進一步限制未成年人去玩網路遊戲。 這一個消息一出, 中國遊戲的概念股在大陸香港, 簡直是崩盤式大跌, 騰訊一個下午跌了12%, 市值蒸發了3670億, 是跌了個小米出來, 網易公司都大跌24%, 市值蒸發了1300多億, 他們加起來沒有了5000億港幣。 而根據新浪科技的報導, 股市午後跌得更厲害, 上海混沌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葛惠東 在微信朋友圈發文炮轟官方, 說一邊救市一邊搞市。 這些經營環境還能生存投資嗎? 為何不能營造一個寬鬆的營商環境? 未成年人限制是有道理的, 成年人花點錢自己玩是怎樣? 這都要理, 這裏其實都可以講一講的, 你日日在講充值呀, 每日登錄呀, 有道式呀, 用很多心理上的方式, 去有道人去充值啦, 這一種這樣的方式, 真是好嗎? 這樣出來的遊戲, 真是好玩嗎? 還有啦, 你這些這樣的充值方式, 找些什麼人去設置去做的, 心知肚明啦, 你遊戲的質量, 就一直維持在換皮換皮再換皮, 不要講遠的啦, 只是講很多男人玩過的仙劍奇俠傳, 都已經換皮, 換到不知什麼樣啦, 是換到仙劍這個IP都死了啦, 你這些換皮遊戲是可以被人充值賺到錢沒錯的, 賣情懷咯, 但是沒有人再願意去認真創作遊戲, 這一個才是大問題呀, 你看, 我們大陸的遊戲, 幾久沒出過一些現象級的遊戲出來呀, 現在全部都是手遊啦, 就連完神, 他有某些操作方式呀, 其實都是任天堂那裏所謂借鑑借回來的啦, 反正網路遊戲呀, 這一樣東西呀, 你賺錢都賺了那麼多年啦, 認真少少, 做回一些好的遊戲, 不行的嗎? 講返個新聞啦, 這一位百億級的投資名人講到, 說經濟活力玩死無人敢投資, 那就天下太平啦, 他這一個這樣的說法, 是令到好多網友在那裏傳來傳去啦, 但是你這樣說法, 大陸給不給的呀, 你人在大陸呀! 而另外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胡錫進, 在6月曾經高調宣布, 投資人民幣10萬元成為股民, 他持續加碼, 看好股市, 但是啦, 每次都是虧錢的, 到現在, 10萬人民幣, 剩下5萬元人民幣, 已經淪為全網的笑柄啦, 講到當時, 看好大陸股市, 怎知大陸股市就收割得乾乾淨淨, 作為股民的他, 見到遊戲股崩盤唷, 當然是馬上出聲啦, 他昨天下午, 亦都在網路發文提醒官方啦, 胡錫進講到, 非常之相信有關部門出這個文件, 網遊新規是善意的, 是想解決一些實質問題, 但他的推出客觀上導致整個行業恐慌, 股市剛剛有些回暖又潑冷水, 他所造成的利弊關係, 是不是應該要採取措施, 緩和衝擊, 是值得出文件部門進一步評估呀, 但胡錫進金軟轉的建議, 即時被刪除消失呀。 而報道亦都引述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研究員, 盤和林的表示, 他話道, 單單是網路遊戲管理辦法的政策來看, 是缺乏合理性的, 因為以見證求稿稱之為有道性獎勵, 實質上由本質上來看, 是一種促銷, 也即利用首次衝直, 連續衝直來促銷, 說這些政策是假定所有人, 在玩遊戲時都會上癮, 都是無自製能力的, 他們研究方面認為這種假設不合理。 對於網路遊戲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還有業內人士列出了12條解讀內容, 當中就包括提, 相當於被全行業新增一個營業者, 罰款範圍增大幅度提升, 內容違規首次加罰款, 未成年相關項的違規, 罰款加重, 還有金指高額打賞等等。 如果落實的話, 是會對遊戲企業打擊好大, 和是影響盈利能力, 而遊戲業界的人士表示到, 目前有些遊戲一個道具十幾萬, 上百萬都有, 但如果新規落實了這些都不行, 對應的遊戲公司營收益都會受到影響。 比較值得說的是, 這一個這樣強力監管網友的意見稿, 如果放在以前的話, 就會有很多家長表態支持。 但現在微博相關討論區反而顯示, 這次大多數網友對於新規, 宇大諷刺比出負評, 可能這班家長都買了股票了, 跟著現在就hike了。 而剛才葛惠東所鋪的發文, 竟然是比新浪的官方微博有轉載的, 即是說現在很多這類公司對這個新規, 其實相當之不滿, 只不過是感怒不感然。 當然啦, 也有些消息傳出來, 就傳些什麼呀? 就說這個這樣的網路遊戲管理辦發意見稿已經撤回, 但我昨天在網上找不到相關消息了, 包括現在出片時都未見到有相關消息, 其實你可以將它解讀為, 市跌得太勁,太金啦, 就有人必須要傳這些消息出來等大市緩和一下, 然後有些散會入下市, 這樣市就可能不會跌得那麼急。 那其實這個議見稿即出即撤,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以大陸定政策的情況來看, 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而且牽涉的都只是你們遊戲公司或者部分的股民啦, 香港股市跌幾多, 大陸又不會關心得去哪的, 最緊要都是大陸股市的問題。 不過我都幾好奇呀, 這些這樣的新規到底能不能夠落實呢? 現在這麼多人在說, 這麼多人在說, 每日登錄, 每日衝直, 連續衝直等等的事情呀。 那如果最後這些全部取消完的話, 我想對中國的遊戲市場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衝擊咯。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這樣想說, 下面留言咯,那我們下集再見咯,拜拜!